欢迎收听科幻小说吞噬星空第五篇第五十章 怒意滔天 地球 华夏国 罗峰家的城堡 那是扬州城的标志性建筑 可此刻却遭受到疯狂的攻击 轰轰 整个城堡在攻击下一次次颤抖爆裂破损 一道道闪电般的人影 一次次用重拳兵器狠狠地砸在城堡上 猛烈的冲击波 疯狂肆虐开取 将西湖别墅方圆几公里的草坪直接掀起 露出下方难看的烂泥土石 嗖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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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量的碎石飞溅 令西湖别远处一些街道居民区都受到波及 那些崩飞的石子威力 丝毫不亚于炮弹 惨叫声痛苦声 以西湖别远为中心 本身方圆数公里的西湖别远寸草不生 周围因此被波及死伤的民主 也成百上千 幸好 这群恒星级强者攻击都是凝聚攻击城堡 如果是复散寺的群攻 一招即可将一座小区化为虚无 波及上百公里的范围 怎么回事还没攻破 一身黑色作战服的驼雷武 悬浮在城堡前方半空 宛如魔神 其他十九名手下化作十九道流光 一次次的攻击城堡 队长 一到深蓝色的人影 默着停下 焦急道 这城堡绝对不是地球的本土产的 这是宇宙中专门给富豪们定制的移动城堡 城堡的构建非常重视安全性 特别是城堡的核心区域绝对是C级安全级别 混蛋 拖雷武面色愈加的冰冷 队长 另外一名队员瞬间出现在一旁 悬空而立 焦急道 我们无法攻破 还是直接去抓罗锋的妻子和弟弟吧 这城堡中有罗锋的父亲和两个孩子 是他们最重要的亲子 抓住他们才是最有效 拖雷武脸色愈加的难看 浩瀚的宇宙中 宇宙强者们 大多会有很多的妻子 因为强者的基因 容易令后代基因也极好 就算为家族考虑 为种族考虑 一般也会娶很多的妻子 并且一些势力 家族愿意送上女子陪强者共情 所以在宇宙中 强者们的妻子很多 所以妻子的重要性很低 而强者越强 孩子就越少 如满卡星人 成年就是狱主 基因强大 可人口却少得很少 如金角巨兽 更是少得几乎绝种 比宇宙中不朽强者的数量 都还要少 强者可以拥有一大群妻子 孩子却极少极少 父母当然只有一对 所以在宇宙中 形成一个很自然而然的观念 对强者最重要的是 父母和孩子 队长 这地球上多为一夫一妻 他妻子对他还是很重要的 队员连道 这罗锋竟然是地球领主 又拥有巨额的财富 将来岂会只有一个妻子 托里武咒明道 算了 竟然抓不住他父母和孩子 马上去抓他的妻子和弟弟 是 一群队员恭敬应命 大量的流光从高空迅速飞离开去 只遗留下已经破损不堪的城堡 早就成废墟的那些草坪 警笛声回荡在扬州城上空 天哪 老天哪 这这这 站在破损的房屋废墟上 一些警察惊愕地看着远处 只见前方的大地 一条条几公里长 数十米深的沟壑 就仿佛被一兵领神灵的巨剑给劈开 之前美丽的西湖别院 早就成了一片废墟 除了那破烂的城堡 依旧毅立 其他全部破损不堪 罗家 这城堡够硬的 那些外星人的攻击轰破一层墙皮 可一散的冲击部 就将周围的大地西湖别人的院墙 给全部摧毁 两名军方大佬坐在车上交谈的 死了多少人 死812人 伤数千人 没想到 那群诺兰山家族的人还没走 对地球而言 将西湖别墅 轰成一片废墟 波及了周围的平民 事情虽然是大事 可对整个地球不至于伤筋动骨 真正让各国震惊的是 此件事说明一件事 诺兰山家族的人没走 徐昕 赶紧赶紧去生存基地 对别迟疑 马上 随臣带的意识感应器头盔 得到罗锋通知的徐昕 连钓用一架战斗机飞过来 准备直接飞向生存基地 杀杀杀 战斗机在半空中 竟然硬是被人拽着拽到了地面 哇 舱门打开 徐昕脸色难堪 看到外面一样长相 明显迥异于地球人的 诺兰山家族的精英小队 罗夫人 跟我们走一趟 辅助光脑发出电子声音 其中一名队员 一把抓住徐昕的手 直接拖了出去 送 破空和其他队员 一道飞离开去 除了在抓罗锋父母孩子时 出了问题外 其他抓捕五大强国领导人 徐昕罗华 都没有出任何的问题 地球 南美洲 南美洲因为人口的原因 仅仅只有两个基地市 其中之一的 巴西利亚基地市 主要是大涅槃之前的巴西居民 还有部分其他南美洲国家的居民 迁移加入 巴西利亚基地市 其中一座庄园中 戒指回来了 三名穿着黑色作战服的男子 仰头看天 另外一支小队破空而来 迅速落地 戒指队长 人都抓住了 太轻松了 四名队长站在一起 因为他们的飞船就藏匿在亚马逊丛林中 而在地球期间 他们可不想一直生活在丛林当中 所以究竟选择了 这巴西利亚基地市 选择了一处环境 建造也不错的一座庄园 至于庄园的原先主人 成肉泥化肥了 把人都请来 托里五贺令 是队长 五大强国领导人 还有徐星罗华 都被压到中原巨大的院子中 一二三四五六七啊 托里五看的七人露出笑容 很荣幸见到各位 他嘴里说着宇宙通用语 辅助光脑自动翻译出 汉语和英语 在场七人都不是一般人 另外五位是地球上 最强大五个国家的领导人 自然是不必说 徐星那也是罗峰的妻子 经常使用虚拟宇宙网络 对宇宙了解很多 罗华瘫痪就瘫痪十多年 喜欢的又是很考验人心性的 金融炒股之类的 遇到这种事 自然很冷静 请问你是谁 五位离岛人中 梅利坚总统第一个发问 我宇宙一只很普通的 冒险小队长而已 陀雷武微微的笑道 说着宇宙通用语 我想问问各位 当年你们地球 早已吞噬兽攻击 各位不会忘吧 七人都微微的点头 很好 很配合 陀雷武点头 那吞噬兽的尸体在哪 在场七人眼眸中 都略过一丝疑惑之色 陀雷武见着眉头一皱 戒指 你来睡眠他们询问 记住特别是那个女人和那个青年 别伤害了他们的脑子 等会儿我还要他们联系 那个地球领主罗峰 放心吧 另外一名队长微微笑 无形念力迅速渗透到 每一个人的嗜海 然后开始询问 怎么回事 一个都不知道 罗峰的妻子也不知道 陀雷武等四名队长 脸色都变了 他们在地球 目标就是找到吞噬兽尸体 醒来 截至迪鹤一声 七人都清醒了 七人彼此相识 脸色都微微变化 罗夫人 我要你马上进入虚拟宇宙网络 我也会陪你 托雷武沉声道 若不答应 你应该知道 会死很多的人 相信仁慈的你一定会答应 徐行深吸一口气 微微点头 没得选 面对分手就能抓来五大强国领导人的这支宇宙冒险小队 徐行恒无反抗能力 虚拟宇宙 徐行和托雷武同时出现在街道上 托雷武带着徐行迅速进入一座酒吧的包厢 联系罗峰 托雷武下令 记住 按照我之前吩咐你的 好的 徐行只能发出通讯申请 紧紧片刻 前方浮现屏幕 屏幕上出现了罗峰红雷神三人 徐行 罗峰冰冷的脸上难得浮现出一丝喜色 你到生存机上了 没事吧 我没事 徐行连导 罗峰 刚才进攻我们家的那群宇宙中的人类 抓走了罗华弟弟 然后用罗华弟弟的电话打过来逼问我 让我告诉他们吞噬兽的尸体在哪 如果不说 就杀了罗华弟弟 我根本不知道 那个吞噬兽尸体到底在哪 怎么办 托雷武却是站在包厢的角落冰冷的看着 按照他的计划 先让徐行询问罗峰 其询问丈夫 在没有警惕中很容易暴露 如果不成 再强行逼问 罗峰 不说 罗华弟弟就死了 徐行焦急的联盟说道 你问这个干什么 吞噬兽的尸体早就腐烂了 罗峰心中确实紧张得很 因为他知道徐行被抓住了 因为徐行已经暗示他 平常徐行说罗华会直接说你弟弟或者罗华 不会很别扭的说罗华弟弟 徐行的一段话中出现几个罗华弟弟 而且语教也别扭的很 而这些 靠辅助光脑翻译的 陀雷武根本意识不到 领主大人 一道人影出现在徐行的旁边 罗峰盯着眼前这个壮硕冰冷的男子 也跟欺骗你妻子一样欺骗我们 纯尸兽的尸体 不可能短短三年就腐烂 说吧 在哪 陀雷武低沉道 如果你不说 你的弟弟和妻子还有无数人会因此丧命 罗峰盯着陀雷武 你是诺兰山家族的 诺兰山家族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你说笑吧 陀雷武笑呵呵 忽然转冷低声道 别废话 说不说 混蛋 罗峰表情复杂 十秒钟 十秒钟不说 我先杀你弟弟 陀雷武冷声道 十 九 别玩这种幼稚的游戏了 罗峰盯着陀雷武 你不就是想知道 金角巨兽的尸体吗 别说什么吞噬兽 以为我不知道 痛快 陀雷武笑了 作为诺兰卫中的排名前十的精英 他的确听说过金角巨兽 直至之前普拉给他计划的时候 吩咐他 对其他人所谓吞噬兽即可 不过 我也没法百分百分的信你呀 罗峰说道 我明白 陀雷武点头 我们一手教人 一手教金角巨兽的尸体 罗峰冷漠道 金角巨兽的尸体 其实根本不在地球 而在拘留地球 大概以二十万公里每秒飞行 需要十几天左右 才能抵达着一颗无人行星上 所以任由你们在地球上怎么找 却是找不到他 陀雷武眼睛一亮 夸赞了 厉害厉害 聪明啊聪明 领主大人 我都佩服你了 对啊 金角巨兽的尸体这种暴物的确要藏好 告诉我在哪里 陀雷武有些激怒 金角巨兽尸体牵扯太大 那可这比整个诺兰山家族财产都要大得多 哼 罗峰冷笑一声 我现在告诉你 你杀了人怎么办 托雷武面色一沉 哼 罗峰冷哼一声 我们如果合作 我会给你一个宇宙坐标 你安排人赶到那 而我也会安排人见到我的亲人 确认他们活得好好的 到时候你放人 我则是告诉你 准确的藏金角巨的地址 如果你连这都不答应 就说明你根本没准备让我亲人活下来 那就一拍两散 咳 金角巨兽的尸体 想找到你们小队弄死你们 也不是没把握 罗峰冷笑的 托雷武黑黑怪笑两声 罗峰领主果然爽快 按照你说的办 行 罗峰表情冷漠 罗峰迅速和托雷武确定好一切 然后通讯断局 不刺 片刻 罗峰有联系上 那奴隶商人 罗峰先生 你之前跟我说 要在一天内运送一百名恒星级绞线的奴隶 前往白兰星交割 一天实在太短 一天的时间 也就是说 必须是在银兰帝国的内部调货 恒星级绞线奴隶本来就是奢侈品 在银兰帝国这种小地方 就算和其他商人调货也没什么 别废话 一天内 最多有多少 我付全价 罗峰迪鹤道 八个 在一天内要抵达白兰星 最多送八个恒星级九届的奴隶 且你还无法选择种族性别等等 绿巴男人无奈的要徒道 罗峰先生 有必要这么着急吗 一天内太短了 从囚龙星运去白兰星 都得快十天 罗峰也清楚 让奴隶商人一天内 运送恒星级九届奴隶抵达白兰星是很难 毕竟 一天飞行的范围是有限的 八个就八个 罗峰说道 欢迎收听科幻小说吞噬星空 第五篇 第五十一章 杀戮场 和乌次通文化 十二个小时后 抵达白兰星 白雪飘飘 寒气逼人 飞船降落在仓库基地内的城堡前 主人 奴仆卫队在基地前攻后 嗯 罗峰迅速冲出仓门 雷神红颜一同下来 主人定物的金属早已经到了 都存放在仓库里 奴仆卫队队长恭敬了 并且有奴隶商人飞船抵达 押送了三名奴隶 哦 罗峰微微点头 定购的金属是金角巨兽 在恒星级期间所能吞噬的最佳金属组合 可以令净化效率提高八十九倍 之前一次定过的金属组合 花了过百亿的黑龙幣 现在却差不多快用完了 且效率只是达到五十一倍而已 目送的罗峰红雷神三人进入城堡 奴仆卫队队长有些惊讶 过去主人好歹是经常面带笑容 可这次怎么杀气那么重 自从夺舍后 罗峰骨子里杀气杀意本来就重 只是过去妻子和孩子 让罗峰的试杀淡了些 加上罗峰自己的克制 所以一直是很有理 不仗是欺人的形象 去之当初罗峰刚刚出海 杀萨格尼赫鲁阿特金时 那才是没有克制的罗峰 这次罗峰一直克制的嗜血杀意 已经抑制不住 白蓝星城堡的顶楼 抵达白蓝星已经快九个小时 就在之前 最后五名恒星级九届奴隶 刚刚送到 三子 你一个人带着这些奴隶回地球 不需要我们去吗 雷神一瞪眼 大哥二哥 这次的战斗主要是靠恒星级九届奴仆 我和你们是根本插不上手的 我去是为了更加灵活迅速的指挥他们 如果不是要指挥他们 其实我也没必要去的 罗峰解释道 红雷神也明白 这场战斗是恒星级九届的对战 他们中一个是恒星级一届 一个还只是星星级九届 却等于是送死 三子 要小心 雷神忍不住道 别逞能 红雷提醒道 罗峰微微点头 我就先走了 自从知道妻子还有弟弟都被抓走 罗峰早就忍耐不住 只是为了要等八名奴隶党 这才等到现在 城堡门口 红雷神二人 目送罗峰带了八名恒星级九届的奴隶 乘坐飞船 消失在天空尽头 唉 雷神呼出一口热气 看向身侧的红 大轴 心里不好受啊 有点 红微微点头 腰看飞船消失的方向 我也不好受 雷神低谈道 过去 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危险等等 我们俩都是能拼上一把的 可是没想到这一次 从头到尾 我们二人就根本插不上手 这种无力的感觉 真是 真是他妈的混蛋 不好受啊 是不好受啊 红点头 红河雷神 那是什么人 几十年来 二人都一直在地球人类的巅峰 不管从当年的大涅槃时期 还是直至吞噬兽医 他们都能拼搏尽力 而这一次 诺兰山家族带来的劫难 他们二人根本没法插手 实力太弱呀 红低谈道 是啊 我们实力太弱了 雷神点头 不但我们两个实力弱 三则的实力也弱 现在靠的是金钱的力量 而我们三人自身的无力呢 两个恒星级一界 一个星星级九界 跟诺兰山家族一笔 相差十万八千里 红低谈道 去虚拟宇宙 虚拟宇宙 雷神一阵 虚拟宇宙 是整个浩瀚的宇宙 无数人类强者聚集的地方 我们得找到一条 适合我们的道路 红说道 虚拟宇宙 红雷神二人 坐在一家酒吧的角落里 红则是通过智能光脑 去查探讯息 怎么样了 雷神追问道 找到了 一个非常适合 舞者修炼的地方 红微微点头 不过这个地方价格很高 根据实力不同 缴纳的金钱有些区别 可依仰非常昂贵 三子给了你我个五亿的钱 无弊啊 肯定够用吧 雷神连连的说道 是够用 五亿钱无弊 是很庞大的数字 红点头 不过随着我们实力的提高 五亿钱无弊 也会用光的 什么地方 雷神忍不住问 傻路长 红缓缓的道 五力实力想提高 埋头苦修什么 除非你是满卡星人 金角巨兽那种天生血统强大 注定可以达到御主借助 可是比如满卡星人 成为御主后 他们也是需要费尽心思 用各种方法去努力突破的 实力想提高 战斗 战斗才是最好的方法 最好是并驾齐驱的战斗 让人感觉到死亡威胁的战斗 对啊 大哥 我们当初实力提高最快 就是大涅槃时期 就是因为大涅槃时期 有各种各样的怪兽 可随着我们实力超越了所有怪兽后 实力进步就慢了 几十年时间 我都才提高两三戒了 雷神连道 嗯 红野双眸发亮 不战斗的武者 还叫武者吗 红和雷神的确找到了一条 比较正确的道路 战斗的确是提高实力的一条重要路线 也这是为什么厉害的武者 精神念师超过99% 都加入宇宙用兵联盟的原因 这也是巨斧斗武场 这种煤场 必有一方死亡的可怕地方 依旧盛行的原因 获得宇宙级巨斧武者的称号 可以说有50%的概率 能成为狱主 而正常宇宙级境界狱主 概率就低得离谱 这就是杀戮场 红和雷神进入一个大厅 这大厅非常的大 堪比一座城池 不过里面人并不是泰铢 真气败 雷神看着大厅中 那雪地的巨大背景 忍不住赞叹 忍不气败嘛 这个地方消费可贵得很 我行刑集酒界 一天要缴纳一百万黑龙币 或者七百钱无币 这绝对不是一般人能承受得了的 红忍不住道 一百万黑龙币 都能购买白蓝星的大型仓库基地 在这只够一天用的 可还是很多人愿意来啊 黑神忍不住道 没看宣传说嘛 想要什么样的敌人 完全可以自己设定要求 是啊 这也是我喜欢的 红神吸一口气 杀戮场 这是非常奢侈的战斗地方 付费者可以任意和虚拟宇宙系统 提出自己的要求 比如红是行星级九届 境界是领域二重 他完全可以要求对手是 星星级九届 境界领域三重 现实中想找适合的对手非常难 也可以要求一百名行星级九届 围攻他 这种际遇在现实中很难遇到 可是在虚拟宇宙却能实现 当然 虚拟宇宙和现实还是有区别的 否则巨幅斗无成 也不会那么盛行 吐鲁 这次捞着了吧 还行啊 不过我们小队死了三个人 没法子 几个小队一起发现新的世界 怎么可能不火拼不强 也不知道是哪位戒主创造的一方世界 里面一些奇物宝物 至少我是没捞着 好歹宇宙经弄到了一万方 也算赚了 一万方 这个世界肯定没被挖掘过吧 三名男子从一旁走过 他们左胸前都有着勋章 勋章图案是血色浪涛上悬挂的一颗星球 宇宙一星拥兵 红壳雷神二人相视一眼 拥兵勋章 巨斧勋章等等 这些都是得到虚拟宇宙承认的 经过虚拟宇宙的客户终端 意识感应器 扫描使用者身体时会自动记录 使用者可以选择隐藏货的显示 刚才说什么世界 雷神忍不住说 说的是戒主 我也听说戒主能创造一方世界 红摇头 反正距离我们很遥远 走吧 进去战斗吧 嗯 战斗 红雷神二人 开始了自己在杀戮场的日子 而这里 是宇宙中那些强者们经常来的地方 他们在现实中 遇到某个敌人完全可以进入杀戮场 设定出和敌人几乎一模一样的对手 然后进行对战 当然 现实和虚拟终究会有一些区别 你永远无法设定出 和现实敌人完全一模一样的对手 当红河雷神在杀戮场经历一次次被杀 一次次杀死对手的疯狂训练时 经过八个小时左右的暗宇宙穿梭赶路 罗峰的宇宙飞船终于抵达地球 华夏国东部 某框野区内 一名穿着雪红色战衣 双眸隐隐有着红色火焰的男子站在那 在他身后站着一排八人 这八人矮的只有一米二 高的却有四米多 其中有男有女 其中有一个男人根本就是顶着一个狮子头 是的 这就是罗峰购买的八个恒星级九届的奴隶 因为时间关系 罗峰没得选 所以这八个奴隶和上次买的奴隶区别很大 上次奴隶和地球人类长得都非常接近 不仔细看都区别不出来 从现在起 你们不得离开我超过百米 罗峰说出宇宙通用语 是主人 或是高亢 或者浑厚 或者清脆的混杂声音一起响起 八名恒星级九届奴仆攻进他 罗峰面无表情 双蒙犹如火焰燃烧 爸爸他 接入全球卫星网络 通过全球各国监控系统 找去那群诺兰山家族砸碎的踪迹 罗峰下定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